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红娘啊 你觉得你最喜欢你男朋友身上的哪个优点 很温柔 很温柔 行 没关系啊 这个很温柔这一点呢 我觉得在结婚之后呢 就这个毛病啊 它会改掉的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名字呢 就叫做我要给这个家找个女主人 看到这个题目呢 我就想起了 前两天呢 我和我几个小姐妹在一起聊天 我们就聊到了 为什么会喜欢自己的老公 其中一个小姐妹就说了 说我喜欢我老公啊 那是因为她特别会照顾人 特别体贴 另外一个小姐妹就说了 说我喜欢我老公啊 那是因为她特别有男子气概 没事呢 他们俩就一会儿都问我 说英子 那你为什么喜欢你老公呢 哎呀妈呀 这问题 当时就把我给难住了 我就思量再三号 我也没想出什么答案来 但是今天呢 看到我们这期的题目之后 我终于想明白了 对 我之所以喜欢我老公 就是因为她让我变得既很愿意照顾人 又显得特别的有男子气概 这个是今天的相亲的女嘉宾叫刘闯 然后这个是杨小光 你好你好你好 相亲主角杨小光 40岁 陶南世人 离异代仪男孩 个体经营 年收入10万元 然后咱们就进屋了 行吧 好吧 行吧 走吧 行吧 相亲对象刘闯 40岁 陶南世人 离异无孩 家装销售 月收入2000元 你这个投资多少钱呢 这店是自己啊 几个兄弟在一起 弄这个店 前后里边也投入两三百万吧 所以说一个人也没有那么多钱 从啥时候开始开的呀 年前 年前 年钱 元旦左右 多长时间久的能挥本啊 也不知道呢 按预想的就想 半年都想挥本 它不是咱们想的 有可能自身米店这个行业 也是个慢热的东西 一年两年了 谁知道呢 今年的情况 摆在这儿 也不是说太那么乐观 那年前到现在 你这每个月能挥出多少钱呢 年前一个月 卖货卖了十一二万吧 能看看吗里边 行可以 咱们去吧 走吧 嗯 这是咱家的水道 这就是粮食 六个品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六样品种的主名的一个水道 它有什么超米 也都是咱们六个品里边 就是加工的不同样的就是走的 咱还直播让您 哦 快手直播 现在说都实行电商吧 哦 宣传宣传 也不会 嗯 这硬学 硬学是吗 硬学起 跟年轻人比 还差很多 啥时候开始直播的啊 哎呀 有一星期 我才有一星期 我们这几个人就是一星期 效果咋样吧 卖给卖出钱 看不出啥效果的 不怕效果 就卖出个石头的 就卖出石头 三人米去 嗯 这是刚开始 对刚开始 刚开始 咱们也没有那些粉丝 什么粉丝量也不算太大 那你觉得你家这有啥特色吗 现在主张的就是咱们吃新米 所以说咱们这个凉店呢 咱们就是加工这个新米 咱这包装 你们都看着 没有太大的包装 嗯 也没积攒太多的 现成的磨的米 主要就是说是 你老百姓来了 顾客来了 到这吃 一个小包装 吃没了 再回来再取 而且咱这无尘无杂 不参加任何的层粮 或者是假粮 是 行 这些就够了啊 然后咱们今天主要就是乡亲 然后不能总谈自己的事业 是不是 对对 然后咱们就坐那聊会儿 谈一下 行行行 感觉他是一个有上进心的男人 就是生活过日啥 感觉都应该是一个挺 史上挺不佳的一个男人 长相可以吧 给我的感觉 就是像一个 真是像一个女哈马斯 那种感觉 该说不说 咱们这小伙可是挺有心的 带着姑娘在店里转了一圈 把自己的生意精神一顿介绍 但是恋爱和做生意 那可是两码事儿 这谈起感情嘞 她还能做到心里有数吗 就是咱们通过这个栏目主 咱们认识了 就是说句什么呢 包括咱们就是未来 要是找一个老婆 对吧 咱们都是 至少你得按自己的那个 想要那个样子来去找 现在这个年纪段呢 跟长相还是 但是对长相的要求 还不是那么太高了 知道吧 对身体呢啥的 有所要求 或者主要是看咱们的人品 对待我们这个家庭呢 能不能容忍呢 什么是你觉得 女方必须要容忍的 第一我的爸妈 我的儿女 对吧 我下面还有个 十六岁的儿子 这个东西是必须容忍的 必须能过到一起去 因为说他们 就是吵架呀 毕竟都七十来岁的老弟老妈 身体还不好 因为这事 所以你跟我要去 要去提出的太 太无厘头了 那指定就是不行了 打断一下吧 如果说你会把这事情 如果说成了之后 我和你的父母之间有问题了 你会把事情调查清楚之后 再发火吗 还是就是说 不管那什么 就是你父母整个的都是对的 然后你就对我发了一顿火 我也不知道咱们以后会是啥 毕竟是我现在 我对你还不了解 就比如说 真的是假想一下 女朋友或者是媳妇 就和你母亲产成毛肚了 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如果 如果 我说句实话 如果真要是那个 产生矛盾了 就现在产生矛盾了 我多数还是向着我母亲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毕竟我母亲七十岁了 你身体也不是那么太好 你说的她那么大岁的人 你要是再跟她去一样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不懂事一样 她一点点就是算小孩了 就是 她年纪大了 你是成年人了 她的倚仗着你 我找老婆不是说是 我找的是个媳妇 我找的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可能我走了 把这个家都托不给你 你不是那样的 我把家给你了 我放弃得了吗 我出门我去干活 我去挣钱去 我给家里边就回到家乱成一锅粥了 我有可能我就是说我找老婆和不找老婆 你取决于我自己不给自己找一个烦一事吗 你能容忍呢 咱们就是继续往这儿谈一下了 不容忍的话 这有些东西就是没必要再继续 就是往下探讨 小伙这说话撂嗑可是够直接的 我找媳妇的首要标准 必须把父母和孩子放在第一位 我不在的时候 你得帮我管好这个家 对于姑娘提到的婆媳矛盾的问题 小伙也是觉得父母年纪大了 你得通情达理 你不能和他们计较 那么面对小伙这样的想法 咱们姑娘能接受吗 可能我也会让人 因为老人们毕竟岁大了 也得有点像往小孩子的方向走面 但是有些事还是 在他不糊涂的情况下 他应该是明示里的 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不应该我觉得做婆婆的 这种呼叫蛮馋那种的 但是呢 想请问一下 必须就是说 在你把你父母哄好的情况下 你可以向着你父母 但是就想说 关起门了咱俩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 对着你的媳妇说吗 就是说这 你看 你可以背后解释一下的 我当面向着我的父母 背后 你看你别跟他们一样了 咱们说 你能做到这样吗 我实话实说吧 我不一定能保证做到这样 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那样 就简单的呼喜 对 不是说简单呼喜 有可能我哄媳妇的方子不在这儿 有可能是在别的方子 那你会用什么一种方法哄呢 不知道我 有可能我突然间 我给你买手机 我给你买一项链 对不对 我证明我心里有你 那你觉得如果要是这种情况 是就是男人哄一哄你能好 还是就给你买一样东西 你觉得这两样对比你更喜欢哪样 我更喜欢实际一点的 其实我不喜欢那种物质上的东西 我以为用钱捧下了就行了 不行 这个钱的东西不是 因为我不是那种太物质的女人 我喜欢实际一点的 因为一句话可能会暖到心里 但一个东西不会暖到心里 就钱和语言上的 你觉得语言更实际 对 钱不是更实际的 对 对 因为你在家 为了这个家超吃家 我吃饭老人 尚有老乡小的吃饭孩子 需要的就是一句贴心的暖心的话 在我的世界里 就是男人对女人好 肯定就是去起码的物质上 你得供应他 供应他百分之七十八十 对吧 剩下那个百分之二十三十 是用你的语言呢 或者是用你的爱心呢 你光用嘴去说 跟一个四十岁的 或者三十岁的一个女人去说 我多么多么爱你 什么什么都没有 有点太不太现实 他得支持你 才能有这个信心 把这个家归成好 你说你光把这个家 乌乌乌叉都整理好了 完了他回来什么都没有 他觉得他丑在家高兴了 他不会对你说一句 什么温柔体贴的话 关心的话 心里会很那个什么的 难过的 将心比心 这个年纪谁家都有老人 姑娘觉得 这要是真有矛盾 自己也会让着他 受点委屈无所谓 但是作为另一半 你得理解我的不容易 说点暖心的话 不能让我含了心 可是咱们小伙呢 偏偏是个 不会表达的直男 这让姑娘觉得 小伙对另一半的关心 好像是少了点 与此同时 小伙这样的性格 也让姑娘产生了质疑 那么他婚姻破裂 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呢 我有两次感情经历 第一次就是离婚 是因为年轻 贪玩 就是不顾家那种 对人家不冷不热的 也不上个心 我之前的婚姻里边 有一个挺致命的一个 也就是说就是冷战 你知道吧 我不理你 我有可能十一二十天 我都不瞅我 都不瞅你 你觉得冷战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 你不会觉得感情 越来越淡了吗 这不就解决了吗 把婚女离了吗 因为在一起 就是我觉得沟通比较重要 没有沟通就解决不了问题 你都在心里想 像男嘉宾刚才说的 冷战二十天多少天 那只会把夫妻之间的感情 弄得没有了 你还经历了第二次婚姻 觉得你改了吗 根据第一段的婚姻来对比 这个问题 问题太戳中那个什么了 挺后主题 必须的 第二次婚姻里边 因为你已经经历两次了 第二次婚姻里边 也是这种因素也有 比以前还强点 那第二次应该很顺忠了吧 怎么又分开了呢 哎呀 第二次婚姻嘛 就是 觉得不好是第一次婚姻 挺失败的 就是把第二次婚姻 把自己的最好的都给第二次 自己投入的感情啥呢 挺多的 但是吧 有很多硬核的东西 刚才你家宾我跟你说的 老爹老妈 孩子 这个东西 在第二次婚姻里边 都是掺杂了一些 就是那个小摩擦了 摩擦就是越激胆越多 越激胆越多 最后就是炸了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 你必须二次婚姻要把握好 肯定置身的毛病也会有很多存在 我觉得他不太会关心人 而且他把所有的经历也都是放在了父母和孩子身上 果不其然 小伙两次失败的婚姻经历都源于他强势的性格 还有父母孩子家庭上的矛盾 如果再次走入婚姻 小伙就是三婚了 所以这次他格外的慎重小心 把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要摆在明面上了 就怕以后再有啥罗乱 所以说就是说咱们那个女嘉宾就是是啥意思 自己有有爸妈有儿的 上我老下就想 儿的已经不小了 四五六都已经上中学了 这里边的他一天 有可能对你见到你面了 今天我高兴了我问你叫妈 不高兴我问你叫姐 回头再问你叫阿姨 我举个例子 咱家还不至于不那么礼貌 就有一处说话说不是你儿的 不是你亲儿的 有些说出的话你能担待不 有可能我出去了 你们这两个人在家发生摩擦了 你两个四天都不说一句话 你说我得多难受 所以说我要求是女方 就是要求是特别挺高的 挺高的 确实要求挺高的 虽然说自己也没什么太多的能耐 但是因为毕竟有这个 割舍不了对头 如果这样的事我应该还是能忍受 都是以心对心嘛 如果你真心对他了 想过日的话 真心对孩子 我孩子将来也应该会理解的 问一下的男嘉宾 聊了这么半天了 在你自己心目中 想找一个啥似的 把孩子父母都抛出来吗 最起码的就是说是 通情大理 身体健康 我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随性一点的 这一点大大咧咧的 我觉得就是给我这会儿就已经不过过了 大大咧咧的性格 他因为他对家庭 他照顾的根本他都不算 就不够细腻吧 还是对你这个家庭来说 对对对对 我还是针对回头 还是针对这个家庭来说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他在像 就像咱们现在看过去的电视剧里 找一个大管家一样 这个管家忠心耿耿的 他就可以放心地把这家交给他了 但是他没有说在考虑以后 两个人之间怎么怎么过日的 过日的是他俩 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今天也聊了这么多 聊到家庭了 聊到个人的性格什么的 然后你们觉得接下来 还能再留个联系方式 接触一下吗 你不了解了是吧 不了解了 我无所谓 他不了解了那就算了 看着了吧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我这样 喜欢自己有男子汉气概 但是我能确定 所有的女人都和我一样 喜欢照镜子 对于女人来说 好像就没有不愿意照镜子的 是不是 比如说开车这件事 那对于女人来说真的很辛苦啊 你想想车身有仨护士镜 你正开着车呢 然后路况的很差 旁边人呢就给你嘚嘚嘚嘚嘚嘚说 快开护士镜 快开护士镜 你看 哇 呀呼 今天的装好自然哦 皮肤好有弹性啊 帮桌子 你看 所以说哈 就是 就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为什么说女司机开车都那么烂呢 哎 你真的不能怪他们啊 它是有原因的 还有呢 就是女生呢 不但自己喜欢照镜子 她还会提醒一些男生照镜子 就比如说今天的杨小光 我就特别想提醒你一下 你想找一个能独当一面照顾家的媳妇 你能不能先拿个镜子照着啊 你把自己的毛病改了啊 我想认识一下本来 这个是杨小光 然后这个是杨小光 你好 相亲对象 朱敬波 42岁 逃难世人 离异代仪女孩 护士月收入2000元 挺普世的人 还挺厚的 从模样啊 从整体来的 就是穿衣打扮的都不说 我叫杨小光 那个大伙都跟我叫大光 40岁 40周岁吧 我是我猴的 我呢 我叫朱敬波 我在院上吧 是名护士 我家庭情况就是我自个 孩子归等了 那你们家里的还有什么人 家里的老爸老妈 还有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 今年上初了 然后你俩现在是 是女嘉宾有个姑娘 你有个儿子是吧 年龄好像没差几岁 是吧 对 那就是都有孩子 对于在乎 会不会有啥影响吧 哎呀 再婚吧 如果女嘉宾就是咱们两个 以后相处的话 你有孩子 像你说孩子给男方 但是我这头的孩子 也在我这边 你可能就假如 咱们俩成了 你嫁给我了 你的孩子在 在你的男方没话 回头你刺我的孩子 你有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 假如有一天 你会想 哎呀 我自己的孩子 我都没伺候呢 我伺候你儿的 这个东西 可能说时间久了 你会有这些一个想法 这个东西 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这个啊 这个就是 就是爱屋即屋 你应该知道 你对我什么样 我就对你家庭什么样 我就是看你一个心 回答得很直白 也很理性 确实是 你真要在组建家庭的时候 你面临的可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我自己 最低起码 这个二人世界 我觉得是给不了你 我想问一下 为啥二人世界给不了 因为我 我整个的一个家嘛 我是这个家的一个 资层的一个 算是顶梁住宝 父母就是 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孩子还上学 我离开这个家 他们傻子怎么办 所以说有个时候 我就是不得不得不去 那个不能 不能是把他们放下 上外面挣钱 把这个家留给我 是这个意思吗 我去照顾他们家 大体应该是这样 大体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为了上外面挣钱 我可以去照顾 你的毛和妈 那肯定 但是呢 如果要是 你要是有闲暇之余 你不能把所有的爱 所有的关怀 用在你父母和你的孩子身上 你应该留给我一半 对不对 我找下一个 找一个伴侣 我不能说你把你所有的精力 全投在你的父母身上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再找了 说辞话吧 就是尽量的呀 还是因为在父母上 还是花的精力要多一些 毕竟父母和孩子 那头需要照顾的时候多一些 我想他啥呢 他有一百分之爱 他都投在父母和孩子 99的爱 因为他那个限制完全没有 他的另一半 他特别自私 就是 特别属于顾家 我那也不算属于自私 顾家那种就不算属于自私 但是对于我 他就属于自私 不出意料 再次相亲 小伙最在意的 还是父母和孩子 咱们姑娘表示 有倾向性的照顾 可以理解 但是过多的倾斜 在父母那里是顾家 在另一半那里 就是有点自私了 小伙心里完全没有 考虑过另一半的感受 那么既然不想谈感情 那咱们就挑点 实际的漏了吧 想问一下你年收入多少 一年大约10万左右吧 那就是去了给孩子 给父母的 你自然能上多少 因为父母和孩子 那是必花的 孩子上学必花的 父母就是小病 小杂儿的 咱们花钱看病的 这费用都得有 我自身花销不大 余下的钱 我也不可能说是我 全都给你吧 对吧 有可能是留着积蓄 真有余钱了 我10万 我眨下2万 留下余钱了 或者几年以后 虽然有可能是你的孩子用 有可能是我的孩子用 咱们就得留下这个钱去 去花 给未来做个准备 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你一年 就是年收入10万 你这个10万 是给你父母去支配 还是给你去支配 还是给你未来的二人去支配 我就是举个例子 我赚10万 我都给你来 你去支配一下 我不希望说是有什么私信 你花到家里边5万 回头你还告诉我 今年还欠了5万的外债 对吧 你把那5万块钱 你拆起来了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花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 咱们是厚到一起的 咱们不再是年轻了 咱们也都非常非常理性 对吧 这个就是所面临的东西 还是那个钱的 也别说我同受 但是这个前提 咱们也不要说 我感觉听你说话 好像一点都 你找这个未来的二人 好像不怎么信任 不怎么信任 不怎么信任他 也算是你说对了吧 因为我不了解他 因为说是为啥呢 咱们见面以后 需要去了解他 你达不到 让我信任的程度 我只能是客观的 我假设他出了一个 这是这种人 但是我不希望 在预言那种 拿着我对他的信 当他的筹码那种伤害 所以之前是经历过是吗 之前就算是经历过 算是经历 就不说太详细那种 但肯定是在钱上 产生了一些分歧 是吧 我没有信心跟他 往下面走 因为他那个心里 完全没有他的另一半 所以 有点害怕 这又想给这个家找个女主人 又不想把经济大权交给人家 既没有关心 也没有信任 这对象找的有啥意思 这结婚了又有啥意思呢 严惩着朱经波这边 已经有点不愿意了 杨小光却毫无意识 又提出了一个更加让女方生气的问题 我是这么想的 那你就假如说是 那个 行 咱们两个结婚吧 结婚必须有个房子 那你得给我买 你得买一个房子 你买 我买一个房子 行 我能买一起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买的 对吧 你没花一分钱 那这个房子的名字就得行啊 如果说是你现在行 咱们结婚了 结婚了 婚后咱们一起分到说 咱们这两年有余钱了 咱们买个房子 这个房子咱们认为 那就是公团 我不认可她 因为我跟你结婚了 你的东西就 必须得是我的 有我的一半 如果这房子没有我的 我在这里过个十年 二十年 我这除了 我还是一分没有 那我这个 我已经老了 那我下半辈子怎么办 因为毕竟 我俩要是走入婚人殿堂 毕竟的关系就不一般了 对吧 我都跟你谈婚论嫁了 完了你这个房子还没有我的 我也不是小姑娘 我把我的后半身都交给你了 完了我没有依靠 这个话题就是把这话反过来说 我把这个房子写到你名字了 你跟我过一年过两天 你跟我过了 我怎么办 那就是婚前协议 但是你不觉得 这是签那种婚前协议之后的婚姻 感觉好像是有点别别扭的 我感觉不会 因为你也不信任我 我也不信任你 没有扭带 那还结什么婚了 对吧 那还结什么婚了 所以说就是 如果说是聊到谁都信任不了的话 那你结不结婚 那你就是有房子不写我的名 这婚也是结不了 我也很完全感 我一生天给你过日体验 电话就走不了 还不如我这边过了 我也不用承担你们家的所有负担 毕竟咱们没相处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咱们相处了之后 我觉得你是那样的 有可能我把家里那房子的名 它都写你名 你说对吧 你起步 你来了到这块 你跟我谈这个条件 我觉得还是有些早 没到那个让我把房子的 把钱给你 把房子的名写你名的那个地 就是你在说这番话 你对我也有所质疑 我还对你有所质疑 这样都是相互的 你不信任我 我还不信任你 他说的他那婚前协议啥呢 就是俩人感情 不应该有婚前协议来去衡量 因为用感情去衡量 但是我不认可 感情他也不信任我 我也不信任他 所以才签这个协议 有这个协议 大家都平衡 我不太喜欢那种冷冰冰的那种 那种子啊 或者是那个约束着谁 知道吗 所以说心里边永远都是有个疙瘩 本来就是挺爱爱的两个人 一想到 咱俩还签一张子呢 咱俩还有一张那个字条呢 这一下子就是给这盘热血给交量了 那么就是接下来 要不要再留个联系方式 互相再继续了解了解吧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不知道女嘉宾 好像是没有一样 大家去捞着客 我是没有一样 其实曾经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过 说女人呢 就得靠老公来养 所谓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但是我不一样啊 我一定要好好工作 我努力挣钱 我为的就是向你们挣饼 我跟你们不一样 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们一样 能找到一个好老公 你要是太像今天杨小光这样的男人 反正我是宁可不找 真的 前面不都说了吗 小光啊 好好地照照镜子 先给大家自己的毛病行不行 你说你自己啥都不付出 你凭什么让女人对你死心塌地啊 凭什么让人家姑娘对你无怨无悔啊 除非那是个傻子 屈心眼花痴 对不对 过多的话我也不说了啊 你自己品 你慢慢品